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国事光息 孙悟空代表什么样的中国外交 亨特 拜登违抗国会命令 拒绝就其商业事务作证 香港官方预测机场客运量 明年底前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人类的错 气候变化加速 北极2023县历来最暖夏季 十名以色列军人在加沙北部阵亡 联合国同时呼吁停火 请大家收看 国事光息 孙悟空代表什么样的中国外交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台最近再一次演讲中说 如果要为中国外交风格选择一个形象代表 他选择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他称赞孙悟空忠诚坚定 善恶分明 本领高强 然而 这个比喻引发了一些争议 评论员认为 中国外交的名声并不好 尤其是近年来的战狼外交 孙悟空的形象并不适合用来形容中国外交 此外 崔天台的比喻也暗示了中国外交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如果中国外交是孙悟空 那么他就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 崔天台还强调 中国外交要反对霸权主义 但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外交的霸道行为 评论员认为 中国外交应该向世界学习 而不是通过暴力和阴谋来对付敌人 亨特 拜登违抗国会命令 拒绝就其商业事务作证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拒绝就其海外商业交易 进行闭门作证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正式启动对拜登的弹劾调查 亨特拜登被指控 将从乌克兰和中国企业中获得的2000万美元 转给他的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 亨特拜登担心共和党人会选择性公布他的证词 只发布对他们有利的部分 共和党议员们希望通过调查拜登家族的财务记录 来轩弱拜登总统的竞选连任 拜登总统的政治对手 尚未找到他从亨特拜登的海外交易中受益的证据 亨特拜登面临许多法律问题 包括在申请购买枪支时撒谎和税务违法行为 他否认与他儿子的商业事务有任何牵连 并认为共和党弹劾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 共和党人指出他在海外与商业伙伴共进晚餐时 经常给他父亲打电话 以显示他在华盛顿拥有最高的权利 如果罪名成立 亨特拜登可能面临最高17年的监禁 他可能会在明年其父亲的政治竞选期间接受审判 亨特拜登的审判可能与特朗普面临的刑事案件同时进行 这场争议使得拜登政府陷入困境 可能影响到他的政治形象和连任计划 拜登总统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以保护他的声誉和政治地位 同时 共和党人将继续利用这一事件来攻击他 并削弱他的支持 这场争议也凸显了美国政治中的腐败和权力滥用问题 需要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和透明度 香港官方预测 机场客运量明年底前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联合早报 根据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的说法 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空客运量已经恢复了疫情前的65% 航点数目恢复了疫情前的80% 立即在明年年底前 香港的航空客运量将全面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今年8月 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为约400万人次 较上月增长5% 人类的错 气候变化加速 北极2023限利来最暖夏季 新岛日报 美国国家海洋级大气总署NOAA发布的报告指出 北极地区在2023年经历了有季以来最温暖的夏季 这被认为是人为气候变化的结果 报告强调了北极变暖的速度是地球其他地区的4倍 并指出这是由于海滨流失造成的北极放大现象 NOAA呼吁采取行动来降低排放温室气体 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报告还指出 北极地区的暖化趋势持续延续 包括海洋和气温升高 积雪减少 海滨缩小 以及格林兰岛冰层持续融化等现象 此外 北极地区还面临山火和渔业受冲击等问题 报告由13个国家的82名专家共同合作完成 已经进入第18年 10名以色列军人在加沙北部阵亡 联合国同时呼吁停火 美国之音中文网 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北部的军事行动中 有10名士兵阵亡 以色列进行了针对250多个目标的空袭 包括击中哈马斯小组 以色列部队在加沙发现了两名被劫持的人质的遗体 哈马斯将人质扣押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的地下室 给搜救工作带来了困难 外界对加沙平民的安全表达了担忧 呼吁停火 但以色列外长表示 无论是否得到国际支持 以色列都将继续打击哈马斯 美国总统乔拜登会见了被哈马斯扣留的8名美国人质的家属 这是他首次亲自会见这些家属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警告说 预计会有更多平民死亡和流离失所的悲剧发生 教宗方几个再次呼吁停火 并敦促哈马斯释放人质 拜登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公开批评 他表示担心以色列行动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规模 拜登还暗示 内塔尼亚胡需要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合作 走向两国解决方案 联合国大会已绝对多数通过了支持加沙停火的决议 投票结果为153票赞成 10票反对和23票弃权 尽管该决议不具约束力 但具有政治意义 国际危机组织驻联合国主任表示 这显示了国际社会对美国反对停火的立场的不满 他们希望通过道德压力迫使美国改变立场 哈马斯在10月份发动了袭击 造成1200多人死亡 200多人被绑架 以色列的军事回应造成了大量流离失所和死亡 俄罗斯黑客组织宣称对导致乌克兰移动运营商瘫痪的网络攻击负责 美国之音中文网 乌克兰最大移动运营商基辅之星遭到网络攻击 导致其网络瘫痪无法提供通信服务 一家黑客组织声称对此次攻击负责 并发布了访问服务器的屏幕截图 乌克兰认为该组织与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合作 该组织被认为是俄罗斯黑客组织杀虫的幌子 后者与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机构有联系 俄罗斯否认与此次网络攻击有任何关联 美台外交官员在华盛顿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议题 举行工作组会议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务院周三与台湾举行了会议 讨论扩大台湾在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论坛的参与 会议聚焦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其他国际地区和多边组织的机会 预会者强调了台湾在全球卫生 食品安全 航空绿色燃料和妇女经济和政治赋权方面的贡献 美国国务院表示 预会者都认识到与台湾合作的重要性 对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社会外的企图表示关切 这次会议是美国与台湾官员定期举行的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 上一次会议是在今年4月举行 英国大叔乘塞车DAV后车司机拍片分享 惹两极反应 星岛日报 这则新闻讲述了一名英国老司机在塞车时看爱情动作片的故事 他将手机放在仪表板上观看 并被后车司机拍摄下来后转发到社交平台 网友们对此表示惊讶和好奇 有人调侃司机的饥渴程度 也有人认为这是司机的私隐权 这个故事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和讨论 随机刺死老翁 日21岁自卫官共称 只一想要杀人 若非被捕 打算再杀 星岛日报 这起序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震惊 水岛千祥的行凶动机极其恶劣和无理 他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 甚至还计划再次杀人 这显示了他的心理异常和极端行为倾向 此案也引发了对日本自卫队的关注和批评 水岛千祥是陆上自卫队的成员 他在服役期间犯下了如此严重的罪行 这引发了对自卫队招募和培训制度的质疑 以及对军队人员的心理健康评估和监管的讨论 此外 这起序案也引发了对日本社会中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 水岛千祥的行为显示了他的心理异常和对暴力的倾向 这引发了对社会心理健康支持和治疗的需求 总的来说 这起血案暴露了日本社会中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对暴力的极端行为 这需要引起相关部门和社会的重视 并采取措施来预防和解决类似事件的发生 末日先知2024年八大惊世预言 英亡换人 日本大地震存在4万年病毒爆发 新岛日报 根据法国占星家诺查丹玛斯的预言 2024年将是一个充满灾难和动荡的一年 首先 气候灾难将进一步恶化 干旱的土地将变得更加焦枯 大洪水将会出现 其次 一种已存在4万年的致命病毒将随着古老冰川的融化而释放 导致大量人员死亡和饥荒 另外 诺查丹玛斯预言了一场大地震将在日本沿海发生 引发海啸并造成数百人死亡 此外 他还预言了其他事件 如英国国王的更迭 教皇的去世等 然而 对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 一些人持怀疑态度 有人指出 其中一些事件早在过去已经发生过 如2011年日本地震和核电厂事故 因此 对于他的预言 是否应该全然相信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无论如何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虽然有些预言可能看起来令人不安 但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预言来决定未来 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关注当前的问题 采取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 健康危机和社会动荡等挑战 以确保我们的未来更加稳定和可持续 乌克兰问题拉锯战期间 欧盟暂缓对匈牙利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总理欧尔班的匈牙利政府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加深了 欧盟委员会决定暂时搁置向匈牙利提供的发展援助 欧盟要求匈牙利在官方公报上公布最新的司法改革 才能解冻资金 此前 预计欧盟将释放资金来帮助影响欧尔班 欧尔班威胁要否决乌克兰可能加入欧盟的提案 欧尔班表示 让乌克兰加入欧盟将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支持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和入盟谈判 匈牙利还表示将否决基辅财政援助计划 欧尔班试图勒索布鲁塞尔以获得数十亿欧元的欧盟资金 预计欧盟委员会将在布鲁塞尔峰会前释放100亿欧元给匈牙利 欧盟委员会决定进一步等待 加大了欧尔班面临的风险 欧盟提议在乌克兰满足四项条件后启动成员资格谈判 欧尔班认为乌克兰剥夺了生活在西部的匈牙利人的权利 欧尔班被视为普京在欧洲最强大的盟友 匈牙利的能源供应也依赖俄罗斯 台湾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肖美琴 维持台海现状是最大公约数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肖美琴 在国立政治大学座谈会上表示 维持台海现状是现阶段最大公约数 任何负责任想当选的总统参选人 都需要对维护现状提出主张 她指出台湾和平与安全是大家共同关注的大事 大家都很在意如何确保和平稳定的现状持续下去 肖美琴还表示台湾民意八成支持维持现状 因此任何负责任想当选的候选人 也需要对现状的维护提出自己的主张 肖美琴在座谈会上表示 现状未必是大家最满意的状况 但对岸满意的状况是把台湾变成香港 这是大家不能接受的状态 她强调台湾需要与国际社会找到最大公约数 维持现状是现阶段最大公约数 肖美琴还提到 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越来越强 台湾需要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 争取更多国际友人的支持 台湾明年1月13日举行总统与立委选举 目前除了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肖美琴外 还有国民党的正副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与赵绍康 以及民众党的正副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与吴欣盈角逐总统大位 台湾选民对于两岸关系和维持现状的看法 成为选举中的重要议题 北京当局在台湾大选前 试图通过军事压力 经济胁迫等方式 影响台湾选民的投票意向 肖美琴还面对对她国籍和身份的质疑 她表示自己是中华民国人 她的父亲是台湾人 母亲是美国人 试图 道路车祸为5至29岁人群一大死因 每天至于3200人亡 新岛日报 总结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 尽管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有所下降 但道路事故仍是5至29岁人群的主要死因 报告呼吁各国加强立法 防止超速和酒后驾驶 并正确使用安全带和儿童约束系统等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交通事故是可以预防的 各国应将人们的生命放在交通系统的中心位置 黄寻才 明年建交40年 新加坡文来可在四领域加强合作 联合早报 新加坡副总理黄寻才 在访问文来期间发表了演讲 强调了新冷两国长期关系的战略重要性 并提出了进一步合作的四个方面 首先 加强食品和医疗供应的韧性 帮助文来实现经济多元化目标 并为新加坡提供可靠的食品进口来源 其次 帮助彼此实现绿色转型 分享经济重组和转型的最佳实践方式 加强在可再生能源和碳交易等领域的合作 第三 加强区域和国际论坛的合作 共同推动亚西安一体化和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提升交流频率和密切程度 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黄勋才还出席了新加坡海军部队 移交给文来皇家海军的巡逻舰的投意仪式 体现了两国军事合作的重要性 他表示 两国的密切关系建立在领导层深厚的友谊基础之上 并承诺将继续在任期内维护这种关系 黄勋才将在结束访问之前 与文来王储抗力一起进行晨间散步和共享早餐 COP28达成协议符合我国需求 有助把投资导向气候行动 联合早报 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表示 新加坡迫切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减排 以应对气候变化威胁 他指出 全球盘点符合新加坡的需求 可以激励投资者 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投资和全面参与 此外 各国同意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容量增加两倍 这将向私人领域发出强烈信号 协助把投资转向清洁能源 傅海燕也提出 新加坡对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终协议的立场 表示尽管协议不能满足所有国家的需求 但他发出了强烈信号 有助于把投资导向气候行动 傅海燕还表示 虽然新加坡已经制定了计划 要从邻国进口绿色能源 以及发展低碳技术 但除了自身的计划外 也需要关注如何在融资促进合作等方面 协助其他国家加速减排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